国内有这个赛事吗 国内有啊 其实很早就有了 从2000年开始就有这个赛事了 你都拿过些什么奖 拿过挺多的吧 基本上在北京的比赛都垄断的 都是冠军 带来了吗 带来了 来 我看一下 来 秀奖杯 来 说最有分量的那个奖杯 最有分量的 其实都挺有分量的 对 其实我比较看重的是这个极限之星的这个 因为当年这个奖是因为有国外的选手来过来比赛 对 所以说是 就相当于一个国际性质的比赛吧 为国争光 分量就重 对对对对 当时我是被评为就是这个年度的极限之星吧 那那些金牌和那些证书呢 这些就是反正每一次得奖的 每一次参加过的比赛 都会有证书和奖牌来发的 那奖牌里面哪个分量最重 奖牌里边 应该是有一个国际的奖牌比较 不过比较看重的就是国际的吧 呃 我看一下啊 最大的炫富就是在所有的奖牌里面 找到自己想要找的那一块 花五分钟 主要都长一样 哎 我觉得这种低调的感觉真好 改名 这样我也想 我也花钱去做一堆 呃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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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这里 国际巡回赛中国战 对 中国战 对 就是在国际的比赛 然后中国是其中一战 嗯 这些奖牌和奖牌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呃 我觉得挺重要的吧 我认为这是我就是 因为我这二十年来讲 其实没有从事过任何其他的东西 一直全心机的都在做这一件事 这要是毁掉一个的话 你会不会特别心疼 哦 那肯定是 是吧 对 行 都收了吧 收好啊 来来来 十九岁 开始玩这个 十八岁 十八岁 对 十八岁 玩到现在快四十了 对 对吧 对 有没有人说你不务正义 呃 刚开始有 会有哈 对 我家里人 对对对 父母说你玩什么都玩这个东西 好像不好好学习不怎么样 因为我小时候就说实话 是比较喜欢好玩的嘛 然后呢 其实说实话学习也不太好 然后呢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然后呢 是在电视里那会儿 看到的这个 有这个 哎 当时挺吸引我的 当时国内还没有 后来我突然间就发现 呃 国内有卖的了 然后我就赶快去买了一个 然后就开始 那会儿贵不贵 呃 我是九九年玩的嘛 那会儿买的车 一辆车是两千零八十 我要没记错了 九九年也蛮贵的了 现在好像也是这个价差不多 哦 没有 现在刚才我用的那辆车 要一万六 那么贵 哦 你一共在这些年靠这个 能挣多少钱 好的时候一年五十多万差不多 好的时候一年五十多万 但其实特别累 对 是吧 对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带孩子的呢 呃 其实要正经说带孩子 呃 就是今年吧 今年 对 带了多少个孩子 今年现在我们俱乐部里有 基本上不到一百个 你有孩子吗 我有孩子 几个 一个 他也玩吗 呃 他不玩 他比较好近 可能对这种运动 嘿嘿 他自个儿子不玩 祸害别人家儿子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啊 开玩笑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很容易受杀 对 是 对吧 那你现在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什么呢 呃 我的收入是吧 我现在也是在做就是儿童平衡车 包括DMS教学这块 开了一个极限场地吧 就开了有场地 我们有自己的场地 啊 有自己的场地 然后在做这件事 啊 你接商演吗 呃 接啊 接的 以前就一直都在做商演 这商演出厂价得有多少 万一要请你们 他们可能会请啊 一万左右吧 看干嘛是 一万左右多少个孩子 呃 我个人 就你一个人 啊 啊 确实挺辛苦的 啊 39岁 以后有什么打算 呃 我现在因为 已经像您说的岁数比较大了嘛 然后呢 我觉得不可能在赛场上 就是能像以前那样 再得到自己想要的荣誉了 所以我想把更多的精力 能不能培养到下一代 嗯 在孩子们身上呢 还能让我这个娱乐 能发挥下去吧 自己的孩子不能传承 是不是特遗憾 对 确实挺遗憾的 啊 我其实 谢谢你